董哥要不要嗎 不是啊我還是延續今天啊 大家各位委員在關心的有關這個 自來水他寒吕的部分 我聽了整個早上的質詢啊 我說這個政府啊危機處理啊無能啊 聽到這邊你說在今天媒體報導之後 你覺得民眾看到這個這則新聞會不會恐慌 會不會恐慌 應該會 會好你要等到兩年後 兩年後你要才決定到底你的寒吕標準 以及在這兩年當中 你要做這個相關的實驗 包括是不是換鋁 所以這兩年當中怎麼辦 我跟委員報告 目前的水是可以安心使用的 好那部長你先停你先停你請回 那總經理您來回答 國際 國際建議的含鋁的0.99 現在目前北中南所有的 相關的這個水場 哪幾個是高於0.99 哪一個幾個是低於0.99的 不是0.9啦 0.9 好 哪幾個是高於哪幾個低於 有多少 高於大概有18個廠 是是是 是高於國際建議的標準 沒有只有藍綠金的 平均值都低啦 就是六次起樣耶 其中藍綠廠有一次是1.1啦 你總共有幾個水場 大概有18個廠 18個廠 幾個是高於 這個國際的建議值0.99的 幾個是高於 你的幕僚提供 提供那個總經理這個資料 平均值都低啦 就是那邊 平均值都低啦 平均值都低 建於0.99 低於0.9 是 哪幾個是高的 高的是六次有一次是 藍綠廠是1.1啦 那另外 那目前耶 目前我們 報告出來以後 我們有去福福島啊 有去福島啊 現在目前耶 平均大概0.15而已啦 到底有幾個廠 在你抽樣當中 檢驗過程當中 是高於國際建議的0.9 清楚說明嘛 幾個廠 答案很清楚嘛 現在目前都沒有超過啦 那檢驗出來是 你們也是看報紙嘛 立委看報紙 問在你們行政代表也看報紙 這不太離譜了嗎 好啦 因為大家委員都有這個資源 我具體建議啦 部長您請來回憶一下 我具體建議啦 針對 這個部長你也清楚 這個新聞出來中 會有這個民眾不安心 對自己飲水不安心 我具體建議 一個月內 召開跨部會 經濟部跟 這個衛生署 跨部會針對目前 這韓旅標準當中 還沒有確定的情況之下 你們的因應措施是嗎 而如何讓人民 這個在飲水當中能夠安心 你們的這個因應措施一個月來 替立委員報告可以嗎 我跟委員報告 你要讓民眾 你都承認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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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這個 我跟委員報告幾點喔 第一點 目前這水是可以安心實用的 是你們講的嗎 不是不是 剛才報告冷卻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總經驗包括 目前國內的 最近的檢驗結果 都在0.15ppm以下 這個比國際的建議值不是一個標準 還低 還低 所以可以放心的 一點多比0.9還低啊 但是呢 那是講在所有場裡面 有一次有個場在檢驗的時候 其中一個藍獄場 是有一個機會是到1.1 但是呢 整個看起來是比這個值還更低的 所以啦 部長 您在這邊的答覆啦 在透這個包括你們的記者會再說啊 你覺得能夠讓民眾施的部分能夠安心嗎 在飲水的部分安心 絕對不可能啦 我就說你們這個政府喔 馬政府啊 這個危機處理喔 真的是麻木不仁啦 無能到極點啦 對於民眾有已經對於飲水產生恐慌的情況下 你就趕快積極的在你們行政院系統 你們可以找院長或秘書長來做協調 趕快跟衛生署 他的目前是符合國家標準 是可以安心實用的 你們國家標準跟國際建議的有差嘛 本心是好心 我說我具體建議喔 這一個執政黨怎麼面對這樣的危機 你現在講的是 所謂的數據 難怪你們的這個那個民調差嘛 任何的新聞對於民眾有任何 你如果按照民眾的角度想 絕對你這樣講人家聽得下去嗎 聽不下去什麼 明明就是0.9 你還說是一點多 然後再說幾個場 有可能是高於已經有高於0.9以上的 現國際標準的 所以這個民眾代價會混亂嘛 所以你應該要有一個 這個因應措施嘛 我怎麼讓民眾 目前我們報告很清楚嘛 第一個請大家放心這水是可以喝的 第二個目前的狀況的檢測出來結果 平均是大概有上下是0.15 好了如果你還是堅持你們的說法而不不不不跟你們做一食品對於民眾食品官安全把關的衛生署來做跨部會的協調你還是質疑的話你們民調就一直這樣嘛 那民眾的這個飲水的這個安全就是你們就是罔顧他的權益嘛 目前是安全的 那是安全呢 目前是安全的 你們那個總經理已經講了 你在抽驗的過程當中已經有幾個 你們也講不差還看報紙 說會高於這個0.9的國際的建議值 連你的那個總經理都已經這樣說了你還一直堅持 我說你這樣的說法只會讓民眾對這個政府失望啦 好再來我針對這個今天的議題來那個質詢 水利署 水利署這個北中南山區的水資源局共有多少元額 目前各區水資源局的元額大致上是在300多位 300多位 那你們這個整個年度的 用人的這個費用總計是多少 委員所提到的這個部分呢 他有兩塊一個是在公共預算編列的部分 一個是在水資源作業基金編列的部分 那總共多少在這個人事費用上 對不起委員我現在必須要把這個數字拿到手上 8億 是 8億3979萬7千人 你這個呢 支持公益整個北中南山區的水資源局300多人 你覺得每人人士的費用平均是多少 委員這個這樣計算的方式呢 可能會失真 現在在公共預算的部分是照我們就是公共人員服務法的這些相關規定 那我們在水資源作業基金的這一塊呢 是因為早期的這些水庫的管理單位 都是以水資源各區水資源局的這種 早期的管理方式 所以他有分兩塊的這個預算 至於他這裡面的用人費用計算的方式呢 還是按照目前的所有的統一標準 就工人員正用標準 那個我不耽誤其他委員還有下一次 我們還要接續開會 所以我請你去檢討這個人士費用自我浮爛 300人 然後你用了8億 每年8億從公務預算也好 從你的這個水資源作業基金去支持這300人 所有的這麼高的這個人士費用 幾乎每個人都要 好幾百萬啊 一百一百 至少150萬以上啊 是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們把這個數據檢討完再來跟委員